炖羊肉时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炖出来的羊肉像豆腐一样嫩 没有一点腥味和伤味 首先往羊肉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让食盐化开 把羊肉在淡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泡过淡盐水的羊肉会变得更软 这样更容易熟 羊肉的口感会更好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然后清洗干净 接着把羊肉冷水下锅焯水 再加入一点高度白酒 加入高度白酒 可以很好的去除羊肉的腥味和伤味 每天都在废秦旺是偶心理学的焦造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用勺子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用温水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把羊肉放入锅里 再放入几片生姜 把羊肉煸炒一下 炒干水分炒出香味 炒过的羊肉吃起来会更香 而且不会那么油腻 炒的表面有点微黄就可以了 倒入到砂锅里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炖牛羊肉调料包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接着再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羊肉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50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入一点白萝卜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加上一点食盐和白胡椒粉 然后把料包捡出去 撒上一点枸杞 葱花和香菜 美味继成 冬天给家人炖上这样一锅 热气腾腾的羊肉汤 肉好吃 汤好喝 暖身 暖心油 暖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希望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